每天來到工作室 開燈 打掃 整理環境的旅行公式 林心儀像是個為夢想執著的公務員 義無反顧堅持自己想做的事 因為對書籍出版及繪畫的熱忱 所以她創造了超可愛的迷你書本 叫做小本書 對於小本書的誕生背景 林心儀有自己的兩種說法 一開始嘗試在做手工書的時候 因為其實台灣這方面的資料不容易取得 然後就算你找到那些書的時候 它也是文字寫得非常非常非常多 然後所以你會開始是先是去練習 去試縫或者是做它一些封面的一個狀態 那因為只是為了你要去試作 所以我一開始並不會把它尺寸 就設定在是一般人大小的書 然後只是因為單純的懶惰 想說我先在小的上面試試看 因為我只是想要試試看那個狀態 如果OK而已 現代這個社會 因為對於電子書已經非常的普遍 然後所以已經非常人常常會去使用紙本書 那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紙本書它所存在的意義 只有承載這個訊息上的傳播的話 那它的確它很快會被其他的東西給取代 那所以我試著把書這樣的東西做成小本 那它變得比較精緻 然後我們還有教授課程 那它成為是一個禮品 然後來喚起人們對紙本書的情感 這個就是我給老人家們一個很官方的說法 然後當我這樣講出來之後 他們就不會再問我說 你會不會餓死 那你為什麼要在這裡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我是一個向上有為的青年 然後再做一件沒有人要做的事情 他認為在電子書日間發達的現代 需要有人正式印刷及出版 所以他開始授課 希望增加大眾對書籍的重視 也希望藉由首作紙本書的過程 讓人對於出版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變成小本模式 還有 tecnología 說這 bottom… 可以玩的